好,大家好,我是乐于准写字的吴老师 今天咱们来看一下含有S形状的三大片棒部首 怎么去写,我们先看第一个 走至底,点写平,横划康间走写短,看S 然后平底那,顿鼻抬起来 我们再看第二个,左耳旁,横康间写短,顿鼻,看S 好,抬起来,顿鼻走直 这个垂路数顶下 第三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右耳旁 康间走,抬起来,压一下,看向右掌 拉一下,写平,顿鼻,旋针处,拉长 那这三个S的形状,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是重,看 朝左下方,再朝右下方,S 它就像一个小括号,看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呢,咱们要注意,上下距离一些小 因为,点,横,近似等距 这个我们要控制这个勾化在横中线 看这个S,朝里走 提鼻,断一下 然后出提,这个对提 然后这个偏向,看,这是一个偏 对比提,然后朝边,压一下 向右边展,再拉一下 抬起来 好,那么下边啊,我们来看一些字 具体的写法 第一个字,我们写这个 远近的远按 横写短按 上下写 距离体大 撇化 竖弯钩写小 对比 正上方出钩 点在横的下边 左下方 然后看 点横分离 S写小 看,平底纳 顿比 出纳角 好,我们再看 第二个字 边 横写短 出写长 写着走 出钩 顿比 撇化 平行走 点写平 点横分离 TB S 上下写小 竖长 平底纳 走 顿比 出纳角 好,我们再看一个字 再看一个送别的送 两点 左右紧凑 横写短按 横一横 距离留大一点 来一个直弯的撇化 缩成点 看 点写平 点横分离 扛肩 S 然后平底纳 顿比 出纳角 好,下边我们来看一下 左耳旁 这个耳锅 要写小 比如说 我们写一个 纳 横康间 顿比 斜着走 顿比 出钩 横画 平行走 撇化雨 竖钩 平行走 横写D 顿比 看 S斩 顿比 抬起来 顿比 旋帧数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字 再看一个狼 点写高 康间写短 这要写的瘦长 顿比 T 点 和折 对齐 上 左边 瘦长 看 横写D 看 S 顿比 写平 这沟 顿比 拉下来 露尖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写一个 郁郁冲冲的郁 看 横 扛肩走 撇画写长 这个 月写的瘦长 扛肩走 在折画拼上 看 顿比 看 S 顿比 T 顿比 走 路肩 好 我们 再看 左旁 上半格中间 看 扛肩 写短 耳锅写小 顿比 抬起来 竖 写长 垂路数 如果我们写太阳的仰 从这位置走 看 来一个竖 顿比 竖写长 顶一下 横画 等句 两边的竖 两边的竖 写 写直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沉 顿比 走 顿比 出钩 顿比 走 这个 阿锅 这地方写小 好 横写低 撇起高 顿比 顿比 走 看 左右有竖 左短 右长 出钩 两个 点 好 我们再看最后两字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字 我们写一个方 看 折画顿比 S形状到横中线 出钩 顿比 顶下 点画 高一点 横画 点横分离 与它对齐 顿比 侧着走 低一些 出钩 顿比 来一个批划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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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